今日驚爆來看到在臺鐵出現了變態色狼 就有女子指控了 四月初搭乘臺鐵出遇到了一名男子 站著區間車上人擠人 不斷是用身體來碰觸女子 原本以為是不手心的 但是接連數個月下來 同一個人同樣的事件 讓女子一共遇上了五次 最後他報警處理 而如今警方也針對著尖峰時段 加強巡邏查器 臺鐵列車上人潮汹用 乘客們肩併著肩 一不小心就會碰到身旁的人 但如果是刻意的推擠碰觸 恐怕就會讓人覺得被騷擾 一名女子指控自己 從四月開始就遇到另外一名男子 站著區間車上人擠人 不停的用身體碰觸他 前前後後總共發生五次 讓他十分崩潰 這名騷擾人的男子 都出沒在新竹島基隆的區間車 固定七點五十八分 從鷹哥站的九號車廂上車 到台北站下車 在專程捷運到中小敦化站 期間都會趁機騷擾女性 一定很緊張啊 但是應該是會先求助其他人吧 看附近有沒有什麼人可以幫忙這樣 但是我自己覺得要開口 對這件事要開口應該滿難的 就是直接大聲呼喊 對 然後叫張務員來幫忙這樣子 或是車長之類的 不過其實在台鐵上發生騷擾的事情 呂劍不鮮 甚至還有嫌犯透過變裝 降低女子的戒心 趁機性騷擾的行為發生 為了降低非法行為 鐵路警察們除了在尖峰時段 加強巡邏外 也把容易發生 浮游案件的地點公布在網路上 同時針對性騷擾慣犯 進行列管 就是要讓民眾 搭車不會再 先驚驚 接著王元鈞 陳佳明 台北採訪報導